哈喽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们来开始学习一下Git这个技能 那么它将是一个系列的视频课程 我呢在前面会讲一些比较基础的操作 然后在后面的课程中呢 可能会讲一些分支和工作流相关的 以及Git和Github如何去更好的搭配使用 在了解Git之前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呢是我电脑上的一个文件夹 那在这个文件夹中呢有很多的文件 如果我想修改某一个txt的文件 并且呢在未来的一个时间点上要还原它 我们会怎么做呢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在这Ctrl-C,Ctrl-V将它备份一下 然后呢我为了方便在这里面加一个下滑线0830 也就意味着以下滑线0830结尾的这个文件呢 是我在8月30号修改过的 如果我要还原的话呢我将这个文件删掉 然后使用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我们这么操作的话呢每次编辑这个文件之前呢都要复制一份 这非常的麻烦也很容易出错 当然了如果这样的文件修改非常多的话呢 我的命名没有规则就没有办法去区分到底哪一个文件是最新的了 而且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需求 一个文件呢它不被一个人修改 它是多个人操作的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有这么几种做法 一种方式是我将这个目录呢作为一个共享目录 让别人可以连接上来 我们都开始修改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非常简单 当然也会有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说那这个文件最后到底是谁修改的 不知道 如果另一个人将它修改挂了 那我怎么还原呢 可能也是比较麻烦的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搭建一个FTP 将文件传上去 大家去修改 那这种方式和共享的方式 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在操作同一份东西 并且呢它只保留了一份 而Git这个版本管理的软件呢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Git是一个分布式的版本管理系统 它呢是一个软件 它起初是为了更好的管理Linux内核 从2005年之后 Git慢慢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 它非常的容易使用 它的速度呢也非常的快 它支持我们用一种非线性式的分支 去管理我们的文件 那么来看一下它吧 Git所管理的文件之间相互交互呢 就像这幅图中的样子 我们假设有一台计算机A 有一台计算机B 同时呢有一个服务器 我们A和B两个人呢 就可以从服务器上去将我们的文件 拉到他们的本地 然后做一个单独的修改 那么Git是如何完成这一系列操作的呢 它提出了一种方式叫直接记录快照 而不是文件之间的差异对比 Git呢更像是把数据看作一个小型的文件系统的一组快照 当我们每次修改完文件的时候呢 要做一次提交 而Git呢把它们就记作了一个版本 它为了高效起见呢 如果这个文件没有修改的话呢 Git就不会存这个版本号 而是只保留一个链接指向这个存储的文件 它对待我们的数据呢 所谓数据就是我们的文件 更像是一个快照流 我们所有的操作呢 几乎都可以在本地完成 在Git中呢 大多数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去访问本地的文件和资源 一般我们不需要其他计算机的信息 所以呢你在本地操作起来 会发现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台计算机上去浏览我们的文件历史 我们呢不用去连到这个服务器上去拉一遍 它只需要从我们的本地数据库去读取 那所谓的本地数据库呢 是Git中的一个概念 我们等一下再讲 如果你想查看这几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呢 Git会直接在本地帮你 把它们之间不同的地方表现出来 而不需要去服务器上再拉取一遍 意味着我们在离线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VPN的时候 也可以进行任何的操作 比如说我在飞机或者火车上去做一些工作 那我可以提交在我的本地 当我在有网络的时候呢 我将它再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 Git是可以保证我们文件的一个完整性的 它的所有数据在存储之前呢 都会做一个计算教验盒 所谓计算教验盒呢 就是为了给文件一个唯一的标识 如果我们在传送文件的过程中 发现内容丢失了 或者是文件损坏的话呢 通过Git是可以查出来的 那它计算教验盒的这种方式呢 采用了一种哈希算法 Shar-1 它是由40个16进制字符组成的一个字符串 那这里面呢 我们是简写了取了它前面的6位 它是基于Git中文件的内容 或者是目录的结构去计算出来的 实际上在Git自己管理的那个数据库索引中呢 存储的内容其实都是这个哈希值 所以呢 当我们每一次做变更的时候 那唯一的标识就是这个哈希值 而不是一个文件名字 我们使用Git呢 一般只做一个添加数据的操作 什么叫添加数据呢 我们在操作这些文件的时候 无非就是新增一个文件 删除一个文件 修改一个文件 对吧 它认为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可以记录为一次快照嘛 所以你就是添加一次快照 仅此而已 所以呢 当我们的快照提交到Git的时候呢 就不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Git中的一个数据库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也是Git中引入的几个概念 那第一个概念呢 叫Git仓库 所谓Git仓库呢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目录 用来保存项目的原数据和这些 对象数据库的地方 也就是Git自己去维护的一个文件家 它那是一个点Git这样的个目录 那你在你的文件家呢 可能看不到 因为它被隐藏了 第二个呢 叫工作目录 工作目录呢 是对当前的这个项目的某一个版本 独立提取出来的一个内容 这些从Git仓库压缩数据库中提取出来的文件呢 它放在磁盘上供我们去使用或者修改 我们来试想一下 在本地有一个仓库 仓库里面呢 是我们的文件 我们操作文件的地方呢 在工作目录 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阶段 修复了一些东西 将它做了一个修改 这个时候呢 这个文件会进到一个暂存区这个位置 而这个暂存区呢 它其实是一个文件 它去保存了我们下次将要提交的一个文件列表信息 一般呢 在Git仓库的目录中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在这个目录中存储的 有时候呢 我们也叫它是一个索引 不过一般呢 还是叫暂存区 Git操作的流程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去修改一个文件 对吧 它进到了一个暂存区 然后呢 将我们文件的快照放入了暂存区 接下来呢 我们做了一个commit 我们提交了自己的更新 找到暂存区里面提交的文件 然后将快照永久性的存储在我们的Git仓库目录中 如果Git仓库目录中保存着某一个特定的版本 那么就属于一个已提交的状态 如果我们做了修改 将它放在了一个暂存区 就处于一个暂存状态 那如果我们克隆了一个仓库之后 做了一些修改 但是呢 还没有放到这个暂存区里面 这个就叫已修改状态 那初次你听我讲解 这些概念呢 可能会有一些含糊 但是呢 我们在后面的实践视频里面 会再次提到它们 我相信呢 经过实践之后 你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我们来再看一下Git中的一个仓库 我们在本地创建一个Git仓库呢 那就叫本地仓库 当然呢 还有一个叫远程仓库的东西 比如说我从Github 我从其他的一些有Git服务器的站点上 去拉取一个仓库 我们叫它远程仓库 本地仓库呢 是为了方便我们自己去使用 我可以在自己的机器上去做开发 而远程仓库呢 是为了多人共享而建立的一个仓库 如果你是一个人操作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远程看作一个安全性的备份吧 一般的话远程是为了协作的 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就给你讲这么多的内容了 从下个视频开始呢 我们需要安装Git 并且呢 带大家去使用Git 那欢迎你关于Git的一些问题 和我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呢 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